他其實不通知雙北 他也沒有通知台中 也沒有通知基隆 也沒有通知其他全台22縣市 除了桃園跟高雄以外 你怎麼可以在總統的官邸裡面 開這麼重要的記者會 結果得到的答案是 我們5月的時候 一定會破萬大確診 4月底就會了 我是台北市民 我沒有要求蔡總統要對我特別好 但是我只要求你不要對我們特別不好 防疫資訊到底有沒有告訴雙北 你看陳志漢不是出來痛幹嗎 你怎麼可以在總統的官邸裡面 開這麼重要的記者會 而且不通知雙北 他其實不通知雙北 他也沒有通知台中 也沒有通知基隆 也沒有通知其他全台22縣市 除了桃園跟高雄以外 都沒有來 重點在於他也知道會被罵 或是像被我這麼古謀的人寫文章在那邊 沒有 這很合理這太誇張了 最嚴重的疫情在雙北 結果你開防疫會議不找雙北 那你知道他理由是什麼嗎 蔡總統那個臉書你去看 他說我們找來了 邊境守護辛苦有功的桃園市長 蔡文燦跟高雄市長陳其邁 就像快篩陽性急確診 哎呀不行啊 你知道為什麼不行嗎 你們都不懂因為違憲 哎呀不行啊 因為你會吃錯藥 哎呀不行啊 因為會怎麼樣違反人權 他有很多理由 當蔡總統這樣寫完以後呢 所有的在幫民進黨辯護 或是說蔡總統講有理的時候 對啊 我們桃園有機場啊 對不對 高雄也有小港機場啊 不然怎麼樣 他忘記台北市也有松山機場 他只是要去說服自己啊 人要騙人之前先得騙過自己 連騙過自己 兇起來連自己都怕 我是為了怎麼樣國家啊 但是那個會議當中 後來才知道說 他把全世界的model 拿來做90個國家 90個國家何時爆發怎麼下來 一天可能多少確診 人口比例多少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得到答案是 我們5月的時候 一定會破萬大確診 4月底就會了 可是這個訊息 並沒有告知 我現在不要針對台北跟新北 但是為什麼 我也講台北新北 我的文章我這樣寫 對不起 因為台北跟新北 新北 一直以來都是全台灣確診第一名 台北第二名 每天面對大概1萬人的確診 你說這個首長不需要知道 那也真笑耶 你沒有告訴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怎麼 所以陳志涵 他也今年是跟我講三個字 他說不忍了 我看一個不忍了 要開大決了 我說好 好啦 他就是直接質疑總統為什麼要把 那麼重要就是即將要破萬 所以你去看事後他們去勾激 那勾激基本上是檢察官在做的事情 就比對嘛 為什麼民進黨縣市購買快篩的時間 又快又狠 一次買那麼多 而且提早買到 我跟你講 因為他是用59塊買的 59塊其實有時間差 就是你要下到那個中央標案的那個網站去 然後才能買 那有沒有人事先知道什麼情報 事先提早去買 我覺得這個可以討論啊 我這樣講 我是台北市民 我沒有要求蔡總統要對我特別好 但是我只要求你不要對我們特別不好 雙北 台北跟新北在這一波裡面 特別被蔡英文給忽略 對 來 學問我補充跟你說明一下 蔡總統很快就會有台北市的參訪行程 因為你現在這個慎怒之下 等到大概7月底或8月的時候 當民進黨台北市場的那個參選人出來的時候 自然就台北市的活動會同臺